緊接著的話 下一首歌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 如果你有follow到黃毅如的話 最近他有另外一個版本 對 是什麼版本 你自己來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自己講都很尷尬這樣 好 那還是我來講 不…我開玩笑 因為這首歌叫不再孤單 對 然後在上個… 欸 這個禮拜… 好像是在幾… 這個禮拜二的時候 對 有釋出一個合唱的版本 喂 對 這個合唱版本真的很不得了 因為剛剛其實前面都在講說呢 為什麼有一個新人 可以猛到威力… 就是算滿厲害到呢 可以找來五月天的阿信 來一起幫他合聲 然後再加伴奏 對 所以 因為這個版本就是跟… 對 阿信一起合唱的 這樣 然後 我自己當初也沒有想說 可以就是跟阿信一起合唱 然後… 但他很喜歡這首歌 然後… 我們就嘗試了一個 這個不插電的版本 就跟原曲是不太一樣的風格 對… 所以我們可以聽聽呢 現場不插電的版本 到底是怎麼樣的 好吧 那把時間呢 交給我們的逸如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這首歌叫做 《不再孤單》 然後其實這首歌是我 第一首的 就是當… 這張專輯的第一首主打歌 對 那… 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… 你要像很溫暖的手 趁發了疼疼 你忧伤不饶人的嘴 原谅我的冲动 我喜欢你扬起笑脸 鼓励我的梦 就让我唱最冬天的歌 伸进你的耳朵 我知道我不在乎的 有你一起做人心疤 在等待的是什么 不知道我没在乎的 到底陪着我们 放下任何 多愿相信自己的理由 好 我走 看空的顺便 迷我 迷了我 就當我捧起你愛我的心 珍惜直到永生 我知道我不再孤單 有你一起走 你和親愛在等待的是什麼 我知道我不再孤單 有你陪著我 很想不要相信自己 哪哪哪哪哪哪 哪哪哪哪哪哪哪 哪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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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 不知道我不再孤單 有你陪著我 愛上能否不要重新自己的理由 謝謝 不再孤單 我覺得這首歌其實聽起來還滿有能量的耶 就是在一個 也許是在你可能經歷過了某段的一個狀態 或者是低潮好了 然後在後來呢 獲得到了很多很多 不管是來自你的粉絲 或者是你身旁的親朋好友的一些支持 讓你不再孤單 對 我覺得是 因為可能是從一開始就是在街頭演唱嘛 然後一路走到各個地方 對 就是最近特別有感覺 因為唱了這麼多場 然後也會想到以前自己在其他地方唱的時候 就其實這樣一路唱過來 然後真的有一些朋友會默默的支持你 對 那即使或許他們不一定會 不一定會一直去留言 或者一直跟你說 但真的會有人就是默默的支持我 然後我覺得 不再孤單這首歌就是 就是得到那些力量之後寫下的歌 對 希望透過那個音樂的創作 就等於說是你把你自己的感受之後呢 再度分享給你們 就是在支持易如的朋友 好不好 謝謝你們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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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